熊貓屎茶 假抗癌 鎮壓人 我是國寶 我的便便都是寶 他沒騙你 四川成都這隻茶葉 用熊貓屎做肥料種出來 每年限量21套 每斤茶葉賣22萬人仔 以每次沖三刻來計 喝一杯茶就要成1300元人民幣 他的創始人打算為熊貓茶申請見歷史世界紀錄 成為西上最貴的茶葉 還聲稱可以防癌 有保健功效 首先因為熊貓吃的是原生態的主葉 主改為主水 牠沒有吃過農藥 吃過化肥的食物 所以牠的分別與其他動物的分別不一樣 第二點就是熊貓牠的吸收功能不好 還有70%多的營養都排泄在這個分別當中 雖然沖出來的茶 香點 味道濃點 但是內地很多專家都說 防癌的講法很無厘頭 畜業根本就沒有抗癌物質 相信有人想抽熊貓水來賺錢 請進 請進 現在就剛移到 這邊是最喜歡的